同学们你好,我是尹音老师,欢迎来到雅思七分口语课堂。 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film,这个电影。 那么要会描述电影的话,其实也是跟很多的类似的话题相关的, 比如说讲一个故事啊,或者一个电视的节目啊, 这个都可以从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东西里边,得到一些收集到一些很好的预料。 好,那如何来描述一个film? 大家可以先不要去看这个屏幕上的,大家自己来想一想。 如果说是要讲一个故事,你会从哪几个方面去讲? 我们都说这个任何的虚构类的故事呢,就有三大要素,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三大要素呢? 时间地点人物,对不对? 时间地点其实就是setting,那么人物是characters, 还有一个东西,情节,就是故事本身,所以叫做plot。 so,setting,time and place,characters,人物,plot,剧情。 好,最后呢,我们要谈一下reception,这个reception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指的是去接待啊,就是它的这个接受的情况怎么样, 也就是大家对这个电影的评价怎么样。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 屏幕上看到的movie,genres,film,或者叫film,genres,genres is just a fancy word for type, 所以就等于type,那可以跟着我读一下,genres,genre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比较典型的, 其实这个图上面展示出来的这些都蛮经典的,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知道哪些啊,fantasy,这种幻想类的, like harry potter,this typical fantasy film,detectives,大家都很喜欢的, 侦探的,check flicks,这个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词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词呢有一点点女性歧视啊, check它指的就是,其实就是女生的意思啊, 当然check本身的话,也不能说它非常的歧视啊, 只是说这个是一种比较非正式的一种表达, 就是小女孩儿,check flicks,flick,其实也是指的是电影的意思, 所以就是专门针对那种小女孩儿的电影啊, 就是像那种比较我们说玛丽苏的那些电影啊, 很多就是大家可以认为是check flicks,check flicks。 sport social realism啊,比较这种realistic, 比较反映现实的一些电影,super natural啊, 一些这种超现实的horror films,恐怖片,horror films, 这个一定要注意啦,很多同学会容易把它搞成这个horrible films, 一定记住horrible,那就是很糟糕的啊,thriller, thriller,这是特别是这种悬疑,suspense,thriller suspense, 这种悬念的,science fiction,科幻, romance,这个爱情电影,action,action movies,musicals,音乐剧, crime,ganster,这种犯罪的影片,黑帮电影,drama, drama就指的是这种证据的样子,我们说会有这个comedy, 对,comedy是喜剧,那么drama呢,一般会觉得这个, 它会是比较反映一些现实的drama, western,就是西部片,adventure,epic, epic,史诗的这种,现在也挺多的这个, 像北欧的呀,希腊神话的基于这些的就是epics, 当然,这上面还有一些没有囊括在内的, 比如说,纪录片呢,怎么说,documentary,对吧,documentary, documentary,documentary,documentary,好, 还有当然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 今天要讲的一个电影,animation,动画片,animation, 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呢,我会让大家来猜一猜, 我来给大家讲一些setting里面的比较重要的词, 大家来猜一猜,我谈的是哪一部动画片, 当然也给大家透露一个第一个clear,是一个动画片, 我们来看一下,consumerism, consumerism,这是什么, we know consumer,消费者,consumerism, 就是这种消费主义,什么意思呢, like the more we consume,the better,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s shopping,is consuming, 这就是consumerism的一个内核, 其实我们经常会有很多反映现实的片子都是会谈到这个consumerism, 因为呢,它确实现在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任何的商业其实它都是基于这种, 它都是在鼓励你去消费的, 很少有说商业它鼓励你不消费, 那这个它就没办法发展了, 所以consumerism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核心, 这也是这个片子它的一个基调, 它是有反映这个consumerism, evacuate, evacuate, 这个词, evacuate, 就是这个去什么, 撤退, 去这个, 尤其是因为有什么灾难啊, 然后我们要让这些人, 所有人都要撤离, 这叫做evacuate, 要想想撤离, 这个是什么电影呢, fully automated spacecraft, automated, fully automated spacecraft, 有完全自动的这种spacecraft, 就是太空, 太空船啊什么之类的, 这种太空中的东西, 它是完全自动化的, robots, 里面会有机器人, 很多的这个animation里面都有, 这个clue就比较明显了, 对吧, compact, 什么, compact就是去打包啊, 去把它这个压缩, compact the garbage, 去压缩垃圾, 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Wally, 就是这个, 今天我要谈的这个电影啊, 就是这个, 非常被认为是, 现在是, 仍然是评分非常高的一个电影, 虽然它已经出来很久了, 但是呢, 它被认为是这种, 人生必看的电影之一了啊, 就基本上被有非常高的评价, 可能屏幕前的你呢, 也看过这部电影, 我们可以先来想一想, 你会怎么样来描述这部电影呢, 怎么来讲它的setting, characters, plot, and reception, 好, 我们现在从setting开始讲起吧, 所以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一些关键词了, 对吧, 比如说, Evacuate, Fully Automated Spacecraft, and robots that compact garbage, right, so, the setting is centuries from now, 所以呢, 首先第一句话就交代了, 它是一个将来, 一个未来的, 一个反应未来的一个电影, so, the setting is centuries from now, 好, when, 非常好的一种结构, 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去描述, 未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 when, the whole earth is covered in garbage, due to decades of mass consumerism, 好, due to decades of, 就是多少年的这种 mass consumerism, 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这种影响的话, 就是在这种消费主义观念的引导下, 那么人们的生活就非常的, 就是会有很多很浪费, 然后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然后最后就整个地球都被垃圾覆盖, so, the whole earth, the whole earth's population was evacuated, in fully automated spacecraft, 好, 我们来这儿, 就来看一下一个在讲故事的时候, 在讲复述一个电影的内容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有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应该用什么时态呢, 我应该用一般现在时, 还是都用过去时呢, 毕竟所有事情都是发生, 就已经发生, 已经看完了, 就已经发生了, 难道不是吗, 好, 那这儿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一个很好的办法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般现在时来描述, 就是一般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 如果你要特别强调, 就是某一件事情发生在那个事情之前的话, 你就可以用过去时, 所以, 像这个地方, 我可以说这个, the whole earth, 可能很多是发生在之后的, 所以我这儿都用的这个一般过去式, A left behind were robots to compact the garbage, and clean up the planet, and clean up the planet, 好, 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一个导装具, 如果大家不太会用的话, 没有关系, 直接说, and a few robots, or a lot of robots actually, a large number of robots, were left behind to compact the garbage, and clean up the planet, 好, 看我们就把这个setting讲清楚了, 有时间, centuries from now, 地点, the earth is covered in garbage, and the whole earth population was evacuated in spacecraft, 好, characters,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物怎么样来描述呢, 好, 我们说character呢, 一般就是会用到这个, the main character is, 所以这个最主要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我用了一个稍微不一样的引入的办法, 我当然也可以直接说, the main character is a wallie, 对吧, 那我这儿呢, 就讲了一下wallie的背景, the task is immense, 像刚才讲到的这种清理垃圾的工程是非常巨大的, immense就是巨大的, and eventually all the robots broke down, 看, 又是用的是这个过去时, except one, 因为那个所有的机器人呢, 他们就是崩溃掉呢, 是在这个我要介绍wallie之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过去时, all the robots broke down, except one,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所以我也可以反过来用一个比较模式化的方式开头, 就说, the main character is called wallie, who is the only robots left on the earth, who is supposed to clean up the planet, because other robots all broke down, 好, 然后呢, 我又引出了另外一个, 就是新的角色, 对吧, 就是这个女性角色, Eve, later this last wallie robot, 所以他叫wallie, 其实他原来他并没有自己的名字的, 因为他们, 这也是一个电影里面他的一个讽刺的地方, 就是说wallie其实是他整个这些所有的robots的一个统称, 但是呢, 因为他是被最后剩下的一个, later this last wallie robot falls in love, 看, 我们可以, 一般的情况呢, 我们就是一般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又不特别强调哪件事情在前在后的时候, 你就用一般现在时就好了, the robot falls in love with another robot named Eve, who is, 所以就是用who is这样的一种重句呢, 是可以用来描述这个, 介绍这个characters, who is undertaking the task, undertaking, undertake a task, 就是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在, 他什么任务在身呢, 他要去寻找这个在地球上寻找生命的痕迹, 对吧, 然后人类就可以再回去, who is undertaking the task to look for sign of life on earth for the humans, 这样一来呢, 我就把两个characters介绍了, 那如果我用一个比较, 怎么说更加模板画一点的方式, 我也可以分开说, the male character is calledwallie, who is the last robot left on earth to clean up the planet, and the female character is called Eve, who is undertaking a task to find the sign of life on earth,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个plot, 那么在接到这个plot的时候呢, 当然大家会想说, at first something happened, and then, 如果大家你想把这个整个的故事都顺下来的话, 两分钟是绝对不够的, 那么也会显得呢, 你没有什么概括的能力, 所以这个故事的这个情节, 大家一定要就是学会有一些综述的能力, 当然你可以用at first, and then, later, in the end, 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结构, 不过呢, 我个人比较推荐, 就是可以用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follow, 我们这样讲, 讲到这个story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follow, 或者是center on, 就是围绕着, center around, 都可以, the movie follows the two robots, who help the humans to restore their faith in earth, 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 讲故事的时候, 有时候一些比较典型的故事里面用到的一种结构, 就是说, 重拾信心, 就叫做restore their faith in something, and decide to come back home and start over, 重新开始, start over, 这个连读start over, this time they will learn to respect the mother nature, 他们就知道要尊重大自然了, 好, 所以刚才讲到了, 除了有follow, 我们也可以说center around, 或者是center on, the movie centers on the journey of someone, 对吧, 就这样围绕着这样一个旅程, the centers on a family who, 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个plot, 我们用这种follows, center, 就是centers on, 是很方便的, 当然如果这个是一个, a true story, 我们就可以说, it's based on true story, and it follows the life story of someone, 如果大家一定要这个从头讲起的话, 可以说at first, and then, 对吧, then, and then in the end, 这也是一些基本的描述, 讲故事的一些方法, 当然我们之前讲这个事件题的时候, 特别给大家, 教大家的一些, 讲故事的办法, 这里也是可以用的, 当然我个人认为呢, 大家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去纯粹只是讲这个故事, 因为我们最后一部, reception, 谈论这个电影的, 大家对它的评价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有一些, 这也有非常多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里看很多, 但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 因为movie的话, 就会涉及到很多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blockbuster, blockbuster, 这叫做大片, a box office hit, 这些都是术语, box office, 我们都知道是票房嘛, 对吧, 你可以说, it's a box office hit, 就是hits, 就是这种很热门的东西, this movie is getting rave reviews, review就是评价了, it's getting rave reviews, 就是非常好的review, 大家会注意到这种英文里面, 很多头韵的情况, 比如说, 为什么不说, it's getting good reviews, 当然你说good reviews,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rave reviews, 就是一种比较地道的表达, 是超好的口碑, it's getting rave reviews,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讲到我们电影里面, 经常说的叫好和叫做, 那么it's getting rave reviews, 就是叫好, 那么叫做呢, 卖得很好呢, 你可以说, it's a box office hit, it's a blockbuster, 那么你还也可以说, it's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下面的这个, 在商业上非常的成功, 好, 下面有一些非常, 也是在描述, 各种不一样的电影的时候, 很好用的一些形容词, Action-packed, 当然我们都知道, 有action movies, 那么an action-packed movie, is very exhilarating, it's very exciting, thrilling, 是很刺激的, 就叫做action-packed, 就很多action的元素, 压缩, 就是不要压缩, 打包在里边, 就叫action-packed, gripping, grip, 就是去抓的意思, 所以gripping也是超好用的, 描述电影的, 就是非常抓人, 很信任, informative, 要注意这个地方, 它不是informative, 是informative, informative, 那么这个是指的是, 评论的哪一类的电影呢, 那通常就是那种, 比较有一些教育意义的, 比如说educational, 或者是documentaries, 一些纪录片, 好, 接下来的三个呢, 就是一些负面的评论了, corny, corny这个词比较意思, 我们都知道这个, 像中文里面也是会评价说, 这个东西很土, 对不对, 那么在英文里面很土的话, 给大家想到的一个, 联想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玉米, 然后就是感觉像农田, 那么corny其实就是很俗套, 感觉很俗套, 很就是不登, 不登这个大雅之堂的这种感觉, 没有什么品味, 叫corny, predictable, predictable, 这个也是经常我们对于一些, 电影的吐槽, 就是看到开头就知道结尾, 就是非常的highly predictable, and slow moving, a slow moving story, 很多人也不喜欢节奏漫, 很闷的这种art movies, 大家也不喜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演员方面呢, 也可以去做评论, it's well acted, this movie is really well acted, 要注意这个, well acted, 不是用来形容演员, 它是形容电影, 我只是说从这个演员的角度, 你可以说this movie is really well acted, 那你可以说这个演员的演技很好, this actor or actress has very good acting, a star stopped, cast, cast,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文里面也有个词叫这个卡斯, 对不对, 卡斯就是指这种演员组, 这个整个的演员这个群体就叫做a cast, a star stopped, 想想猜猜什么意思, 就是这种群星灿烂的, 对吧, a star stopped, cast, 观众, 我们从观众的角度, 我们可以说这个观众呢, 觉得这个很能够有共鸣,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三个短语都是在表达这种, 就是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 比如说I can totally relate to the main character, I can relate to the experience, 我就是能够觉得就relate, 感觉有关系, 就是说我能够理解这个电影里面表现的这个经历, I certainly identify with, I identify with也是觉得跟别人有同感, 就觉得我们是一类人, I can identify with the main character there, strike a chord with, 是非常好用的, chord是如果大家弹吉他的话, 如果大家喜欢音乐的话会知道chord, 只是和弦, strike a chord就是这种, 就好像中文里面也是一样, 引起共鸣嘛, 我们就说this movie really strikes a chord with, with young viewers, 就是我说young people, 他真的能够打动这个年轻人, OK, 好, 那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可以谈论这个电影, 除了你可以评论他的characters, actors, stories, 然后你还可以从他的比如说soundtrack, 这个是什么, 就是原声,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音乐, things on, 主题曲, special effects, 它的特效, 五毛特效, the special effects are really corny,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非常棒的特效, special effects are extraordinary, 好, 所以这个就是比更加重要的, 从这个reception的角度去谈论电影, 好, 那么回到这个刚才的这个wally这部片子, 那么他的这个reception是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就可以说it's definitely a masterpiece, 一个杰作, a masterpiece with very high production values, 这也是经常讲到的, 我们说这种production values, 这个东西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形容词,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描述一个电影, 但你至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制作水平很高, 就叫做high production values, it's got rave reviews, 刚才讲到的评论非常好, 而且是什么呢, 自从它的这个发布呢, 它就一直得到非常高的评价, it's got rave reviews since its release, and has won numerous rewards, oh sorry, it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当然拿奖, 拿奖拿到手软, 这也是体现它非常的受欢迎, it's got rave reviews, and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好,feelings, 最后可以来谈一下这个你最大的感受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更加的personal一点, 那这个地方的办法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开头啊, what I love the most about the film is, 这个是cliff sentence, 大家应该还记得, 对吧, 就是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接下来可以讲一些比较个人的一些看法, 那么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提供这个语量呢, 主要是可以去学习一下, 有一些形容词, 对吧, 很好的来评论, 就是你要觉得这个, 它的,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两个机器人的角色, 我觉得它们就是非常可信, 而且非常可爱, 其实就是, they are so believable and lovable, 所以英文里面的构词有的时候是很简单的啊, 非常容易去理解, even though, 这个就是我说了让步啊,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去做一些让步, 虽然它们之间没有什么, 它们没有什么特殊, 它们没有那种普通的表情,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它, 它们都是两个机器人, 而且呢, 也没有对话, 它们是通过这种一些机器的响声来交流的, 所以呢, however this has made the romance between them, all the more touching, touching, 就是非常的感人, all the more, 我觉得这个短语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记, 记住啊, 就是, 什么叫做all the more呢, 这个有点难以去翻译, 它在中文里面好像没有特别, 这其实就是更加的意思, 就是more, 你可以说, this has made the romance between them more touching, 但你加上一个all the more touching, 就听起来非常的地道了啊, 所以希望大家下次再去评论一个电影的时候, it has made it all the more interesting, all the more extraordinary, 不要忘了去加上这样的一个词, ok, 好, 最后, 那么这个素材大家可以去套的呢, 就是, 实际上是电影哦, 以前考过这种一个国外的电影, 然后也有关于未来的电影, 关于未来电影也是蛮, 呃, 就是, 高频的一个, 就是因为呢, 呃, 关于这种未来, 怎么去描述未来, 也是, 这个在, 呃, 雅思考译考试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个话题, 当然, 第三部分就可能会问到你一些, 呃, 关于就是对于未来的想象的东西啊, 那这个是第三部分, 我们会去探讨的一个, 呃, 一种语言的功能, 好, 当然如果大家, 大家说, 如果说, 要讲的是一个国内的电影呢, 或者说基于一个真实人物的电影呢, 呃, 你该怎么讲呢, 相信今天, 通过今天的这个, 呃, 学习里面, 大家已经知道了, 啊, 就基本的这些方法, 你去谈论它的setting, character's plot, 然后再谈reception, 你还可以谈一谈你自己的一个特别的feeling, 可以从一些更加细节的地方去挑一点, 说what I love the most about this movie is, 我个人认为呢, 电影是最最好谈的一个part two的话题, 啊, 那么也是最容易谈出色的一个话题, 所以呢, 大家大, 大可以去在这方面自己再去多练习一下啊, 谈一谈你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吧, 好, 那至于在哪里可以去找一, 找一些如果大家觉得不太清楚, 他怎么去描述他的plot, 我建议大家去上这个, 我们永远这个wikipedia, 对吧, 这个维基百科上面, 英文的维基百科上面, 你能能找到很多非常好的这个expressions, Alright, that's so much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